智希也被騙過 他也是20萬 智希是任骨灰潭 我們現在有一個機制 叫S級會員 你可以一次先買5個位置 5個骨灰潭 然後呢 你要再拉你的朋友進來 然後只要他只要買一個 你就可以分紅 這樣子 受害者來啊 他就被他姐姐抓著 到那個公司 他把他該拿的拿回來 他也不再說 因為做這事情 朋友都跑了嘛 他覺得他人員越來越差 後來他就 不是啊 不是 智希也被騙過 他也是20萬 你是認骨嗎 認骨 智希是認骨灰潭 也是骨 有看骨 他也是認骨 骨灰潭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詐騙手把 他是不是 他是一開始是說 他賣生前契約 他一開始是先說 因為 會有通膨的一年 2%的通膨 那你現在先幫你自己 買好你的先前契約 你要不要麻煩人 可能過340年後 你走了 你的小孩子也不用負擔 這一筆錢 現在只要4萬塊 你就有一個位子 還有骨灰潭 很便宜 4萬 很便宜 他買了5個 他就先買了 這個叫做一般會員 他買了這一般會員之後呢 過了兩天 他又到公司去的時候 他又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機制 叫S級會員 你可以一次 先買5個 位子 5個骨灰潭 然後呢 你要再拉你的朋友進來 然後只要他只要買一個 你就可以分紅 賺金 然後他如果也加入 你的朋友如果也加入 S級會員 他再賣出去的 你就可以分紅 就跟直銷一樣 會有上下線的那種制度 對 而且我們這公司才剛開始而已 你現在絕對是最上面的上線 你下面朋友 只要一個拉一個 一個拉一個 像老鼠會 你一定每個月 很甜啊 因為大家都會死嘛 後來 後來他就開始慢慢這樣做 想要經營這一塊 很有信心就說 我覺得我可以 這是個很好的 我覺得 他開始勸旁邊的朋友說 可莉姐 我跟你講這個怎麼樣 一個說服 兩個說服 也真的 真的加入 後來有些人就覺得有問題 他們就 退了 退了之後呢 就跟智希慢慢的變 不聯絡了 然後智希也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被騙了 後來他們去查 果然有一些新聞 跟消息說 這個是 一個詐騙 那怎麼辦 這是不能說人家的壞話 所以說本尊就來了 受害者來啊 受害者來啊 他就被他姐姐抓著 到了公司 他把他該拿的拿回來 他也不再做 因為做這事情 我們朋友都跑了嘛 他覺得他人員越來越差 後來他就 不是啊 不是 骨灰潭 不是一個位子嗎 對啊 位子在哪 天啊 位子妳要怎麼抱回去 所以連那個位子都沒有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骨灰潭 妳從頭到尾 妳買了那個生前契約 妳不會去看到那個位子在哪裡 但是他公司滿滿的骨灰潭 都漂亮 拿回去放茶葉啦 沒有 還可以做那個 還可以捏黃瓜耶 對 很煩耶